百年时上薪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42年春,日军驻清缅甸,妄图以中缅边界为突破口,攻陷我国云南全境,威逼重庆。 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,中国派遣驻义军与远征军,与日军在缅甸北部与云南西部展开激烈的交战。 四次战役,日军损失极其惨重,死亡2.5万余人。 由于是溃败之事,日军无暇打扫战场,数万日军尸体散落在缅甸和滇西各地,无人收集。 直到1980年开始,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,原日军缅甸战友会常务理事甲骨秀太郎一行人,打着日中友好肯谈会的旗号,先后四次来到中国云南地区。 他们来到云南之后,先是在龙岭、腾冲等中日交战之地忏悔谢罪,之后又做了不少促进中日友好的事。 然而,这一切也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最终目的。 那就是收集日军遗骸,将他们带回国内。 而且,为了更有效全面地收集日军遗骸,甲骨秀太郎一行人还在当地发起了奖励丰厚的悬赏活动。 凡是有人找到一具完整的日军遗骸,就能换一辆小轿车。 找到一根腿骨或者手骨,就能换一台彩电。 然而,尽管奖励十分诱人,当地百姓却不为所动。 毕竟,帮侵略者搜集遗骸,换取奖励这种事儿,是极其可耻而毫无尊严的。 况且,这种悬赏活动对中国人本身就是一种侮辱。 事实上,在此期间,中国政府也曾主动搜集过日军的遗骸和遗物。 当然,这并非是为了什么奖励,而是出于人道注意,以及为了搜集历史证据而考虑的。 2003年的一天,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缸回家,但鱼竿拉起来,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。 拿给专家看后,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之暴,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的?